作曲 李宗盛 洪独死洪仙春 损兵折将大败而回 他不敢去见巡抚 也不敢去见总兵 怎么办呢 他兜了个圈子 来见老朋友卢玉英 就是金门的幽级将军 咱们前文书说了 卢玉英是一员虎将 绰号人称卢老虎 或者叫卢大刀 这个人秉性刚直 刚愎自用 眼空四海目中无人 听完洪仙春介绍 他冷笑了几声 嘿嘿 郑之龙不就是一个小小的水扣吗 就凭你朝廷的大员 哎呀 受了这种损失 真叫人抬不起头来啊 你找我来就对了 老夫给你出气 来呀 滚呗 这洪仙春一听也没词了 败军之将 听人家摆布吧 就见卢玉英 整兵带队 领了一支舰队 浩浩荡荡 直奔旧阵 扶头弯 哎 这老头啊 心里琢磨着 我大呢 就得打上张 那那郑之龙算个啥呀 不就是水扣吗 欺负老百姓 抢劫伤人性 跟我正牌的官军对抗 那是以卵即时 要不说这个人呢 你别叫 交者必败 这个事他教导旁人也这么说 轮到他头上 他就忘了 这船只浩浩荡荡 就来到浮头湾 咱说过 这会儿的水域比较窄 有两座大礁石 好像两个狮子把门一样 这船只从中间通过 上一次 红仙春就在这吃的亏 因此在旁边给提醒 老将军 你别看上去简单 这块的地理错综复杂 我吃亏就吃到这儿了 你要提高警惕 加强防范 你是一招惊蛇咬 十年怕警生啊 老夫我见得多了 当年跟倭寇决斗之时 那鬼子 那鬼点子多了 怎么样 照就在我手下吃败仗 你就瞧好笨 船只全速前进 等到了斧头湾窃进了 他往礁石下子一看 有一支船队 一没有旗号 二没有什么防范 往船上一瞅 有那么几十口子 船队都是渔民的打扮 头上都是尖顶的斗笠 手里都拿着鱼叉 缩镖等等 诶 这干嘛的 卢玉英就问 诶 你们都是哪的人呢 你们都是干什么的 其中有个酒糟鼻子 是他们这给投领 听有人问 这酒糟鼻子就站起来了 你们是哪的 红仙春一瓶 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你瞎呀 你没看这旗号吗 这是幽稽将军 卢玉英 卢老将军 我们是官兵 哎呀 闹了半天 这各位将军呢 就盼着你们来呢 我们是河西村的水泳啊 奉卢老将军所差 领着人在这等候着 要协同你们 捉拿水扣 哦 卢玉英一听这就对了 我曾经命水泳 给我助阵 他们倒提前赶到了 好啊好啊 你们来得很及时 原地驻杂别洞 容我到旧镇 去捉拿郑之龙 如果他们打败了 从此经过 务实依然漏网 你们在这结着 懂吗 明白了 明白了 说这船只 从福特湾通过了 走着走着 又要朝着一支船队 上面那些渔民的打扮 都差不多少 尖顶的斗笠 挽着裤脚 水衣水裤 端着鱼叉和缩镖 就是那船头上 有好些大鱼篓 巨型的鱼篓 都盖着盖 你们是哪儿的 啊 我们是沙头湾呐 我们奉命 现在给官兵驻阵的 对了 对了 你们都到了吗 一百二十人 全都到齐了 请问我们能干点什么呢 你们原地驻杂 不要动 郑之龙打败之后 必然从此经过 你们在这接着 五十一人漏网 啊 明白了 明白了 我们在这儿简陋 您是哪位 卢豫英师爷 哦 您是卢老将军啊 这样的 里边这地理很复杂 我们经常在这儿打狱 地理比较熟 派两支船 给您带路 您看怎么样 呃 也好 那你们就投钱引路 好嘞 水泳 准备了两支船 船上有几十人 那船上都是大鱼楼 看得出来人是大鱼的 给官兵驻阵 人家是帮忙 换句话说 也是义务 人家不干你能怎么的 足见这些水泳很热心 搏了两条快船 在投降给引路 卢豫英是满怀信心的 吩咐一声 雷骨全速前进 跟上前面的两支船 啥事 往前又走了一阵 有人就说 老将军 旧阵就在眼前 您看 对面来了一支船 卢豫英拿着单筒望远镜 往对面船上一看 就见这条船 正中央挂着帅字旗 倒大一个阵子 往起脚和帅台上观看 有一把虎皮全脚椅 在椅子上 端坐一个年轻的统帅 零巾的帅子盔 赞英照顶 身穿剑袖袍 外照帅袍 腰素站带 虎头站靴 腰悬宝剑 往脸上一看 面白如玉 剑眉虎目是鼻之口方 微微有点小黑胡 怀中抱着令字旗 望左右观看 有些年轻人 如狼似虎排列在两旁 呦 郑之龙 他把单筒望远镜 交给红仙春 红毒色 你看看他是不是郑之龙 我看看 这位单眼一表现 一点不假 这就是水寇的头子 我们要对付的 就是他 嘿嘿 偏堂有路而不走 地狱无门 自来头啊 弟兄们看见没 对面来的就是郑之龙 千万可不能将他跑了 有道是秦贼先秦王 全速快 砸眼之间 两只战船在水面上几乎就碰了头了 卢玉英这回不用望远镜看的也轻轻的 哈哈 我说这郑之龙这家伙 这排谱长得不错呀 这玩意真是唬人呢 少年英俊 怪不他这么厉害呢 我还真得留点神 想到这儿 他放高了嗓音 哟 呆 对面船上 你可是郑之龙 郑之龙点了点头 不错 郑是本盟主 你是谁啊 卢玉英 卢大刀 卢老虎师爷 哦 闹了半天 您是金门的幽级将军 九文大名 今兴得见啊 老将军 您不在金门岛 到我这儿干什么 呀呀呸 郑之龙啊 你是明知故问啊 你们要想造曹廷的反啊 在海上掠夺 胆大包天 骚扰大陆的边疆 罪该万死 本拥机 今天奉命而来 要把儿等一网打尽 依法论处 郑之龙 使实物者赶紧投降 如若不然 你就得全军覆没 是吗 啊 到了半天 老虎来了 您忘了 我可叫龙 是虎就得怕龙 你信不信 你胡说八宝 开跑 冠军这段 还没等开跑 就见郑之龙的船 一掉头 跑了 哈哈哈哈 郑之龙 你还往哪跑 你跑不了了 你已经被官军包围了 追 快快快 拉起风帆 搬将摇弩 七块入飞 紧紧咬住 郑之龙的船尾 但是发现郑之龙这条船 速度极其的快 左轨 右闪 左转圈 右转圈 就好像两个人追着玩 捉迷藏差不多少 越转圈 卢玉英这活越大 他娘的来的 你懂不懂 这什么叫水战 这他娘的是什么战术 我追 他光顾追了 把后边的船只 远远给甩开了 回头一看 索率的船只 都没跟上来 就他这条船 单刀直入 现在成了一条船了 孤苦伶伶 他心说不好 正在这时 就发现郑之龙这条船 一跳跳脑袋没回来了 正对着他这条船 火炮一起开放 sociedade 打他个措手不击 卢月英你看 有几发炮弹击中了船杆 把船杆给打车了 风帆也飘落下来了 有不少士兵受了伤了 船头上一震打乱的 还有镇定 镇定开炮 开炮瞄准了还击 官兵也开了炮了 海战就是这样 正在这时候 从他船只的左右两面 又来了两队船只 风卷七号 看得清清楚楚 都是斗大的正字 一扇都是正之龙的人马 这才只得中了埋伏 已经进了包围圈了 再看正之龙的部下 一个个生龙活虎一样 呐喊着光着膀子 轮着刀枪 乱剑七发 是直奔卢玉英的战乱 打呀 别让官军跑了 弟兄们冲啊 哇 动动 咖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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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狱鹰手轮着马刀一面指挥战斗, 一面高声骂喊, 吊转船头, 冲出去, 冲出去, 快打旗羽, 让后边的跟上, 让他们跟上增援, 嗓子都喊破了, 诶, 正这么个时候, 给他们带路那两条鱼船, 咱不说了, 给引路的, 自暴费勇, 闹了半天这两条鱼船上的, 渔民呢, 也都是郑志龙的部下, 化妆改办的, 这会儿把那小船摇着一掉头, 撇进鲁玉英的大船, 把船上那鱼篓的盖全掀开, 那里头装的满满的, 全是火弹, 火弹是啥呀, 古人也不傻, 到了明末清初那会儿, 火药极其发达, 在战斗当中, 火气危险, 这火弹就类似现在的手榴弹, 不过没有手榴弹威力那么大, 但这边也挺讨厌, 黏乎乎的, 沾声就起火, 再看这些假渔民, 赶紧把这火弹握在手中, 那边说不沾他的手吗, 没事, 因为这火弹上那有绳, 它拎着这绳呢, 轮起来跟流行差不多, 一人俩一人俩, 轮圆了对着卢鱼英那条船, 哎, 十五帮, 沾着船帮上, 跟贴饼的差不多, 沾声就着, 再加上大海之上本就有风啊, 这家风筑火势, 火界风威越着越大, 轻鹤之间是烈焰飞腾, 这条指挥船整个成了火龙了, 卢鱼英急得直跺脚, 完了, 完了, 看来想跑也跑不了了, 正在这时, 郑之龙那条指挥船已经靠近它了, 就见郑之龙这只换了衣服, 是赌完衣金小打败, 身上穿着铁背心手提高连枪, 用枪尖一点自己那船头, 这身子就飞起来了, 跳到卢鱼英的船上, 他跳过来了, 他身后的帮手紧跟着,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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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用同样的方法跳到他的船上, 就展开了白刃的格斗, 短兵相接, 听他呀,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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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说战争是最残酷的, 彼此之间都不认识, 但是我不杀你, 你得杀我呀, 杀了杀去都杀红了眼睛了, 就见郑之龙, 圆针虎目几个贱目, 扑到卢鱼英进前, 姓卢的也跑不了了,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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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鱼英一伸手把大铁刀抄起来了, 要不怎么叫卢大刀呢, 他这口大刀四十多金尘, 无动起来跟风车相似, 他要玩了命了, 可是再玩命, 六十多岁的人了, 年老不讲金武为能, 不服老, 那不好使, 说那那老头八十多了, 那匹哥那个棒, 再棒跟年轻的人没法比, 现在郑之龙年富力强啊, 那那多棒, 那是真棒, 时间一长了, 卢玉英上气不接下气, 眼花缭乱, 一个没留神, 让郑之龙的勾连枪上的勾, 把他靴子给勾住了, 郑之龙往怀里的一带, 你给我躺下吧, 这个, 卢玉英还真听话, 躺下就躺下哭通, 摔了个羊面朝天, 大刀也撒手了, 还没等缓过气来, 郑之龙手下上了几个小伙子, 又踩又恩, 别动, 别动, 您胳膊拿绳给捆上了, 当头的将抓活的了, 手下的士兵全无斗志了, 本来咬着牙挺的, 现在一看, 完了, 胡拉超放下刀枪, 投降, 我们投降, 投降了, 别打了, 不杀俘虏就把所有的人全都拿绳一串一串拴着, 回到自己的船上, 回头再看卢玉英这条指挥船, 被大火包围, 时间不长就沉住海底, 就这短兵相间没有五分钟就死伤了将近百人啊, 紧跟着各大战暴贫船都是大胜仗的消息, 闹了半天, 郑之龙布下了八门金锁战, 所谓的那些水勇帮忙的都是郑之龙的人, 这回可好, 卢玉英来了个全军覆没呀, 死的死, 伤的伤, 要说一个跑的没有, 也不可能, 跑了一部分不多, 咱说郑之龙, 敲得胜舞唱得胜歌, 返回旧阵, 军兵们高兴, 捡点胜利品堆积如山, 这打胜仗有便宜啊, 光这外浪就捡老了, 搬运到旧阵, 充施自己的队伍, 郑之龙传话, 优待俘虏啊, 只要投降的, 不要难得他们, 该吃吃该喝喝, 不过严加管束, 东西搬完了, 郑之龙又换好了衣服, 进了船舱, 咱没说吗, 他这船舱又是军事指挥机关, 又是大客厅, 又是会议室, 人们兴高采烈, 两旁站立, 郑之龙看了看, 都结束了吗, 回盟主结束了, 回盟主, 全结束了, 好, 把那个叫卢玉英的, 给我带上来, 带卢玉英, 盟主要审问, 卢玉英满身是伤, 虽然不是致命伤, 但是也是鲜血淋漓, 这会有人给他上了药, 都给他包扎上了, 卢玉英心说话, 完了, 完了, 郑之龙能饶我吗, 骂我一顿之后, 就砍我的脑袋, 把我的人头挂在旗杆上示众, 算了, 为国尽忠, 也就这样, 他是誓死如归, 人们推推拥拥拥, 走, 你不是老五吗, 你这是怎么赶不上耗子了你, 走, 快点, 说什么风凉话都有, 那你得受着, 你是阶下之囚啊, 等进了穿仓之后, 他身形占领, 把腰板去拔, 往对面怒目而示, 他一看, 他一看, 这大屋不错呀, 十分宽大, 金碧辉煌, 往正坐上一看, 虎皮全脚椅上, 坐定一年轻人, 现在把容装换掉了, 穿着一身乳服, 如假的, 头戴软包巾, 身披团花袍, 也不夸宝剑了, 手里拿得把撒金的小事, 此人正是正居龙。